忙碌了一天的笨师傅 拿起了他的烧烤价 兄弟们 懂我的意思吧 狗断的食材 往往都极难捕获 像这种白剪的 可不多见 一般来说 食材在被烤之前 都会剧烈挣扎 大得挖得呼吸你 还行 不过特解厨师的运气 也不会太差 另一位食材 可能以为躲进房间 就会安全 但就算是墙比 也阻挡不了食材的 最终归手 抓不到我 我警告你啊 不要那么拽 犹豪 牛逼 作为高端的食材 往往都可以 自主选择被捧硬的方式 都别过来啊 干什么 比如这位 先走了当 就是他的同伴 有点不太乐意 在面对不同种类的食材时 厨师们所需要的烤炉 也各不相同 比如躲起来的 就需要强壮的 吉普烤炉 来清扫杖啊 要是捧硬 带壳的食材 甚至可以连壳 一起烤熟 而这种送上门的食材 就得用敏捷地叫着 烤完就跑 不言 他的同伴 可不会跟你讲道理 身为烹饪高端食材的大师 在料理食材时 往往会遇到各种危险 在抓捕食材时 还会被食材手伤 甚至送上性命 这些危险 都是成为警级厨师 必须警力的事 身为特级厨师 本师傅不仅需要有多用的厨艺 还得有超高的捕猎技巧 哎呀 快走快走 又是训啊 嘿嘿 我又来了 这一波叫虚晃一枪 这位加特林喂的食材 我劝你别挣扎了 你越挣扎 我考的越兴奋 你的同伴 我丢好多猎物 看我操作 剩下的挣扎的太厉害 放他们一马 接下来给大家考个硬货 先来个一刹三连 再来抓个眼神蹦蹦考考 快跑 汉堡 你别搞我 求你了 你打不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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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打 直接瞄准了 红彩娘的 别打了别打了 我没血了 我就问你服不服 一日三餐没办脑 咋子就玩呀 变包片 小葱花 大地瓜 葱鲁 臭豆腐 大猪肉 老干嘛 韭菜花 狐鸡蛋 看这汉堡 做的行不行 有打麻将的吗 三缺一 过来 那摸一下嘛 摸一下嘛 看好了 再来 我饮酒 点孤灯 我饮烈酒 点孤灯 几人醉 我的几人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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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